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贤 欢迎来到酒后商谈 今天想和大家来聊的课题是关于到土团党的没完没了 之前土团党的党员Badro Khisham才指控杨巧双清体部长 说他想要基督化整个穆斯林群体 说他带领这些穆斯林的这个青年 把他带到基督教堂 然后想要把他们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洗脑他们 这当然是完全一个不实的指控 没有根据的指控 杨巧双部长也指示官员去到警察局报案 随后警察也传召了两边的人 包括土团党的党员还有杨巧双部长进行录共 这个土团党的党员Badro Khisham被调查了 不收敛一些些反倒过来 去指控这个警方是偏袒的 专门派了一个华人跟一个印度人的调查官 摆明他认为摆明就是政府想要去影响这个调查结果 然后让这个调查操操了事 帮这个杨巧双部长去掩盖他的错误 这个荒谬的这个指控当然是被警方驳斥 说警方办案一向来是公正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 不管那种族是马来人非马来人印度人华人任何种族都好都会意识同仁 公平公正的执行他们的任务 好无疑问啦就是土团党的又一次抹黑 而且这个抹黑真的是非常低级 首先为什么他会对非穆斯林或者非马来人有那么强烈的不信任呢 如果是长这个模样啦一定是要同样的种族才可以被信任的话啦 那我们是不是讲华人被抢劫的话啦去报案一定要找一个华人警官呢 不找到我们就不能报案觉得是不公平对待 那如果印度人也是被抢劫或是其他的案件去到警察局他也是要找一个有印度人的警察局才能报案 这明显是不合理嘛 警方本来就是应该要不看种族去公平对待每个人的 看肤色反而是真正一个不公平警方的这个体现 而且啦就算是调查官是非马来人 可是调查官上面还有其他的警官呢 包括调查主任啊高级调查官啊警区主任啊都很可能多数啊都是马来人 那这样情况底下那这个土团党的党员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呢 完全搞不明白 再来啦如果真的是要控制警方的话啦 安华团队政府也好内政部长这个塞夫丁也好 他们有必要要派非穆斯林非马来人才能够执行到去针对土团党 如果他们真的是有在操控警察局的话 那不管是马来人他也可以操控到啊华人也可以操控到啊 那结果都是异样土团党都会被打压 所以土团党在做这样子的指控的时候是完全是荒谬且没有事实根据的 对于非马来人来讲当然是我们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再一次看清啊 再一次验证他们就是在炒作种族跟宗教的课题欺加的让我们更加唾弃 同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是警察或是公务人员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对他们有所影响的 因为他们会感觉到他们一直在质疑警方的公信力质疑他们的办事能力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你是警察 你面对土团党一直在质疑你的公正跟公信力 觉得你是没有认真办公 觉得你是呃政府的走狗 那你自己也会不爽吗 某种程度我觉得多少也会对呃公务人员 尤其是警方的一些选票 也会让他们看清楚土团党的这个真面目 而对他们投票可能也会有所影响了 这是我的一些猜测 那以上是我们的分析有更新的进展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做一个报告的 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